棉条比较多的都已经分化掉了 慢慢都已经被腐蚀掉了 这种都是比较老的 西蒙 全称西蒙瓦族自治县 因为一手嘉林赛部落 我来到了这里 对于外省人还有云南本省人而言 这里可能都是一个神秘之地 给大家看一下介绍的手册吧 在1958年之前 像你我这种普通的旅人可能都不肯随便踏入到这里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瓦族部落自古有用人头来祭祀的传统 也就是每一年播种的时候 或者是遇到天灾人祸瓦族村寨 都要寄木骨 而寄木骨必须立人头 人头呢也要安放在人头庄上 当地还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谚语 就是木骨想人头养 1958年之前 所有的二八月都是进入熟寄骨子的时期 二月是播种期 八月是收货期 收货的时候要敲木骨 播种的时候也要敲木骨 这个敲木骨就意味着村村寨寨的牛警惕 这个牛头还是后来改的 瓦山属于苍原和西蒙两县所下 而西蒙的猎人祭谷到1958年才真正的废除 也就是从那时期村边的人头庄逐渐消失 但瓦山的木骨仍在敲着 深沉的木骨声祭奠着那些无辜的先民和共和国的卫士 这个里面没有游客 走起来有点吓人的 你看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牛头 而如今这些牛头也成了瓦族村寨里面很常见的一个标配 对于瓦族人来说牛头象征着财富 牛头庄上悬挂的牛头越多 说明寨子家庭越富足 现在就到这边 刚走到应该是 这个路看起来不太好走 这个龙摩爷的意思呢就是瓦族羽里面中神连了自己之地 所以是他们就自然崇拜了一种敬畏方式 然后在这里边挂满了牛头嘛 你看1958年之前 整个瓦族人还是处于这种原始的社会生活状态 所以呢当时的生活社会形态也叫人类的童年 像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温丁古镇 现在重建了之后 我看他们有去拍视频 已经完全没有那个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都是茅草屋的那种感觉 现在都是铁瓦房的这种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比较神像的地方 所以这个泉水山泉也是一个圣泉 听的故事是说因为他们这边庄稼有的时候不长 他们每年都会做献祭的活动 往地里边洒 洒这个其他动物的献祭的祭品都没有用 后来发现用这个人头效果比较好 偶然一次可能是一个比较偶然一次的机会 就发现人头比较好 所以他们后边就都用人头献祭 我现在就已经到龙摩爷这边了 还是有一点阴森恐怖的感觉 一个人在这 而且现在基本上就没有游客 我后边有几个他们可能还待在上山的路上 还是有点吓人 继续走了 去其他的地方 有种雨林探险的感觉 你看这个路上 都是这种青苔 这个光闪下来特别的 不过在这里边走一走 生态环境特别的好 然后也挺舒服的在这边 因为就是在一个热带的大洋巴里的感觉 这边全都是这种热带雨林嘛 目前的状态 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一个人 他这个景点给充包了 里边没有游客 还挺舒服的 总的来说 这个景点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直到一来 这个美改啊 还是挺吓人的这个景点 一个人逛有点害怕 因为这边的游客实在是太少了 推荐过来呢 还是自驾比较方便 因为他这边再去到其他的 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觉得还是有点远 不太方便这边的交通 好吗 好吗 好吗